Tusanne & N-Line 正式上市 Tusanne & N-Line 的正式上市活動 那介紹到N-Line 其實我們要關注到 就是我們N Performance 這樣的品牌 N Performance 的品牌呢 其實它是由一群非常熱愛賽車運動的汽車工程專家 他們所成立的 那它起源是來自於南洋的設計研發中心 然後一直到等火的紐柏林測試中心 進行所有的賽道驗證 所以每一台我們的N系列車款 每一台都是在紐柏林賽道上面 經過非常嚴苛的測試 去測試它的極限 那我們品牌的這個N Logo呢 其實它就是象徵著我們紐柏林賽道裡面 所有的彎道 彎岩的這個曲線 所設計而成的 那講到紐柏林賽道呢 其實它有一個別稱叫做綠色地獄 這大家都知道 那為什麼叫綠色地獄呢 因為它整座賽道都是建立在森林當中 並且它擁有非常多高低起乎 彎岩雕磚的彎道 所以它非常考驗車子的極限操控 而且它同時也是考驗車手的技術能力 那我們可以從畫面上面看到這張表 這個是目前紐柏林北環上面 速度最快的前10名電動車吧 大家可以發現前10名當中 只有5輛是量產車型 只有5輛是量產車 而且呢 在這5輛當中呢 裡面又只有3輛是完全沒有加裝任何輕量化 或者是賽道套件的車 這三台車裡面速度最快的就是我們的兄弟 IONIQ 4N 它的圈速呢 是來到了7分45秒59 所以是領先了其他德國知名品牌的這些性能車款 那講到IONIQ 4N呢 或者是所有我們N系列的車款 他們都傳遞著非常重要的3個DNA 包含它是具有賽道基因 以及它的操控能力跟指向性都非常好 所以它也是名副其實的彎道殺手 那當然所有的性能車裡面 能夠擁有非常優異的操控性能 以及非常高的速度之外 如果它能夠同時擁有日常的實用性 那就再好不過了 但是呢 我們發現到所有的性能車款 它在舒適性上面 是不是能夠帶給我的乘坐者 更舒服的乘坐體驗呢 其實 數來數去 只有我們N系列的車款才能夠達到 所以它同時也是一台Everyday sports car 兼顧著日常的實用性 所以在空間上面 以及乘坐的舒適性上面 我想也只有N系列的車款它才能做得到 所以呢 綜合以上呢 我們可以了解到 我們的N性能品牌 要傳達給各位的就是Never Just a Drive 我們不只將車輛當作 A點到B點的這個移動的交通工具而已 我們希望每一位駕駛在握上方向盤的瞬間 或者是每一位坐上的 Hyundai車輛的乘坐者 都能夠感受到 它是一台充滿駕馭熱情 能夠啟發你駕馭熱情的 所以我們未來的所有的這個N系列的車款 都希望大家能夠藉由N來啟發你的熱情 那我們有今天高性能的車款 以及所有在賽事上面的成就 其實不是這麼容易達成的 這一個今天的成績呢 不是一觸可擊的 那我們可以發現呢 我們 Hyundai品牌在2000年的時候 正式的宣布說 我們要參加WRC的拉力賽事 那在2000年宣布參加之後呢 我們在2002年的時候 年度的總成績 來到了排名第四名 那這樣的成績表現 其實我們覺得不是那麼的滿意 但是呢 我們經過檢討 然後並且在這幾年呢 我們成立了在德國的設計中心 以及在德國紐國營的測試中心 我們相繼成立之後 繼續的累積我們的賽道實力 那並且呢在2014年的時候 我們重新宣布 我們要重返WRC的拉力賽事 於是呢 在2014年的時候 我們就在2014年當年度 就獲得了年度的冠軍以及亞軍 並且在這幾年 像是在2019年 以及2020年 這兩年都連續獲得了年度總冠軍 並且呢 今年2024年 正好是我們在2014年 宣布重返WRC拉力賽事 屆滿10周年的時候 我們在首戰 在摩納科 以及第二戰的瑞典分戰 都相繼獲得了冠軍 並且呢 到今天 我們的車手的賽事成績上面 在基本上 我們還是領先所有的車隊 來到第一名 基本是86本 我們也希望 到今年的最後一戰 日本的封關戰 我們非常有機會再次挑戰 達到2024年的年度總冠軍 那講到N系列的車款 我們當然是起源於賽車運動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上呢 最高規格 我們N的起源 就是所有的這個賽事運動的專用場車 分別是WRC的I-20N WRC專用場車 以及我們還有參與到 TCR世界房車錦標賽 我們設計出來的Eletra N房車的場車 另外呢 順應著電動化的趨勢 我們呢 也開發出來的IONIQ YN的專用場車 命名為EN-1 Concord 所以未來電動的這個場車 我們也會提供給所有的賽事做使用 另外我們也將所有的技術核心 技術的發展 放到我們的Rolling Lab裡面 Rolling Lab裡面的車款呢 就是我們所有想要放到 量產車上面的技術 我們都在上面一一的實現 像是著名的NVigen 74 它是一台新燃料電池的動力車款 它的外觀造型就是來自於我們的 著名的Pony車款 那另外還有基於IONIQ YN 和IONIQ 6 這兩台電動車款 我們也打造出來了MPX1 以及RN22E這樣的概念車 那今天呢 在現場我們也擺放了IONIQ YN 以及兩台的Tosan L N1 我們也希望所有的消費者 不用擁有高超的駕駛技術 只要坐上我們N系列的車款 就能夠感受到我們的熱情 那講到Tosan L的N1 它當然呢 是基於我們Tosan L 所以基本的一個三大DNA 分別是LEED最先進的技術 像引擎技術 像是CVD 我們領先世界的這個引擎技術 以及Luxury最豪華的 乘坐體驗 我們有非常多的科技配備 都標配在上面 另外呢 還有Large 最舒適的空間 我們在軸距的表現上面 空間的表現上面 都是領先同級對手 而今天Tosan LN-Line 在外觀以及內裝上面 我們更增添了很多個性化的設計元素 那接下來由我來一一介紹 首先我們從外觀 車頭這邊望去 你會發現 水箱護照的所有的黑客的這個 鑽石紋的造型 它的角度變得更加銳利 包含它的日行燈的造型都更加銳利 另外車頭下方前下氣霸的部分 也變得更加的橫向開闊 所以再一眼望去我們的圖上有N-Line 你就會發現它更具有跑格 更有性能味 那另外呢 在車頭呢 我們還加入這個矩形的前空翼跑桿 所以跟一般的頭上有的車型相比起來 在視覺上面是更有張力 另外我最喜歡的就是 它搭載了這個19吋的跑格旅圈 這個19吋跑格旅圈呢 它的景的造型看起來非常動感之外 另外它的中間的Cab 也是N的標誌 更彰顯它的步伐 再來我們將視線轉移到車尾 車尾 大家可以發現後跑桿的部分 它非常的向後延伸 這也是仿造我們TCR專用防車賽的這個 廠車的設計 結合了非常多的空氣力學技術 那在上方呢 還有尾翼的設計 尾翼上面有沒有看到 它上面有四個旗片 這個也是幫助空氣 快速能夠流動到車尾的設計 另外呢 車尾的下方 還有雙粗的金屬雙圍管 以及車側 前葉子板兩側 也有N-line的識別 那整個車色呢 你可以發現我們的輪拱造型 還有我們車側的這個測除設計 都是採用車身銅色的 那進入到我們的車室裡面 大家可以發現 整個黑化處裡 包含了黑色的頂童 以及黑色的皮革 這樣進去的時候 非常的非常的具有熱血 那再搭配上紅色的縫線以及飾調 前面的兩張座椅 我們採用的是類型的一材質 所以它的防滑係數非常高 而且它也提供非常好的駕駛支撐性 那另外呢 更特別要提到的是 這次的方向板以及它的排檔感 我們都採用N的設計 所以開起來是更有動感 最後呢 這邊我要特別的聲明 Hyundai是絕對是最重視的人生安全的品牌 所以我們在所有的系列車款上面 不管是N-Line 或者是我們所有的量產車款 我們都搭載完整的主衛東安全 那這一次呢 圖上也有N-Line 更是搭載了Hyundai SmartSense 最先進的安全配備 那總共有18項的安全配備 那大家可以發現 前三項又是我們頂先同級的這些配備 像是呢 在我們有入口 入口的這個來向偵測 以及主動煞停的機制 那另外還有RCCA 後方橫向來車的主動煞停技術 這些都是標配的 那相信呢 介紹到這麼多 具有個性化跟風格魅力的外觀以及內裝設計 還有完整的組備都蠻全之外 那我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期待 看到Tucson L-Nine的實質 我們介紹到了這麼多豐富的配備 尤其是這一次Tucson L-Nine 所搭載的這些個性化的外觀以及內裝套件 高達14項 那價值上面呢 絕對是超過10萬塊以上的價值 那在主動安全方面 當然是大盲配 並且呢我們是基於我們1.6T 氣候款最高規的車型 再加上這樣的N-Line的設計 那現在我要公佈正式的售價 我們正式售價是109萬9 109萬9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